好 还有来看到这个画面真的是吓坏了不少人 新北市土城区有民宅正在进行更换铁窗的作业 可以看到这个铁窗在空中是这样晃过来晃过去的 但是呢 往下一看哦 路人还有车子就在马路上走来走去 完全没有任何管制 吓坏了附近民众 对此新北老检出表示 这样的行为已经违法了 而且业者根本没有申请入权 项目内正在进行吊挂作业 但仔细看周遭没有任何防护措施 只用一条细长绳索就这样把铁窗高高吊起来 换个角度看更清楚 吊车伸长吊臂 要将铁窗放到对面透天错 但夸张的是 工人也不管底下行人车辆来来去去 附近民众看得胆战心惊 拍下影片po上网 引发网友热议 有人直说偷施工根本是变异形式 能离多远就离多远 还有人酸台湾没有公安 是很怕掉下来 铁窗如果掉下来的话 会砸到我们自己啊 对不对 然后会有车子经过的话 也是会砸倒啊 离谱施工就在新北市土城区福祥街 9号上午10点多 住户因为家中的铁窗老旧 找业者更换 但施工没有申请入权 整个惊吓过程 让民众真的下到 赶紧报警处理 经调查确认属实 依职业安全卫生法 可处三至三十万元罚还 为依规定申请 警方将一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82条举发 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 2400元以下罚缓 违规情形全都录 后续相关单位将依法开罚 只是罚钱是小 如果万一造成意外 想亡羊补牢 恐怕也来不及了 记得盘文玉阳文豪 新的报道